早恋的问题 学校门口发生凶杀案 一名学生在校门口被捅身亡 疑似因为早恋 早恋的问题一直是被家长关注的问题 然而在近日 某中专因为早恋的问题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有一名学生在校门口被杀害了 就在9月13日 位于湖南永州齐阳县职业中专的大门口围了许多人 据了解 当日在学校门口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 有目击者称 在当时 有几名中专学生与一名学生发生了争执 本以为是小打小闹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那名学生就被人拿刀捅了 直接就倒在了地上 据知情人士了解 这两个人不是一个学校的一个是齐阳职业中专 一个是三中的学生 而他们发生争执的原因 好像是因为早恋 两人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而当时正好是星期天放假 于是两人就在校门口碰面了 发生了争执 当事情发生后 被害家属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在学校门口就围了许多人 还有人举着一个白色的横幅杀人偿命 血债血偿 而学校保安在一旁维持着秩序